第九个问题 道场之语 有些人觉得规矩太严而立去 请问是否断了他人发生毁灭 没有 这个没有 他要是不来了 我们这里的规矩他看到了 他听到了 所以一丽而根永违到中 对他都有好处 这是正法的弘扬 这个绝不是断仁毁灭 如果说这个断仁毁灭 那你就说 恒顺顺就顺错了 我们要现在不能讲恒顺众生 恒顺祝福 要勉励一切众生 都能够随胜佛陀教会 不可以随胜众生的烦恼习气 那我们就要堕落了 佛门里头有两句老话说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光 我们对众生方便 我们就走下坡路了 那就堕落了 所以恒顺众生里面是有条件 不是没有条件 我们决定要以佛的教诲为依据 依教奉行 这样就对了 这就真正的这些众生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在这些众生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